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如何帮助他们破镜重圆 关注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在身边 春节 万家灯火等待着家人的回归和团聚 然而每到这个时候 却总有一些从事特殊行业的人 不能与家人共聚天安 这其中就包括人民警察 他们坚守岗位 只为温暖我们的生活 就在2020年12月30号 于社县公安局摄成派出所的民警崔立青和张凯林 正在日常巡逻 路边有一名男子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成年男性 大约是三岁左右 当时天气相当寒冷 穿得也淡保 我们到校园认为他这个小部队的 这个头发或者这个部队上 只把你把揍出来的心 就可以了解决 男子的蹊跷举动 让民警崔立青和张凯林 下意识提高了警觉 这名年轻男子是谁 家在哪儿 为何在街上流浪呢 结合这一情况 民警崔立青和张凯林 分析 这名男子是逃犯的可能性极小 那么他会不会是失踪人员 听口音他并不是本地人 他又为何会来到渔舍呢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 民警崔立青和张凯林 先将这名男子带回了派出所 带回来之后呢 我们首先因为他穿得太单薄了 所以我们的民警老崔 就从自己的衣柜里面 去赶紧给找了一件身后点的衣服 然后先给他穿上 烧了点热水 给喝了点热水 然后这才开始把我身来 确定这名男子并无大碍 民警迅速对该男子的身份进行核实 那时候我们就开始用我们的公安 咱们这个平台大数据然后进行分析研判 确定他的身份 最终是确定该男子叫姓名张某金 92年的28岁 贵州籍查到的时候呢 他已经是属于失踪人口注销了 该男子的信息让民警吃力精 资料显示 该男子名叫张某金 离家已经六年了 就在今年年初 他的户口竟然被人注销 那么张某金当年究竟因为什么离开家 在与家人分离之后 他又经历了什么 民警能够顺利联系到张某金的家人吗 查到信息 咱们就开始联系当中政府 因为查到他的信息 联系到他的家属 然后从这说 然后就视频上他和他妈妈的对话 父母当时交对对话 心巧可能很干的 整整六年 患病的儿子音讯全无 如今突然有了消息 我们能够想象 年迈的父母会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如今眼看一家人就要团圆了 民警也是打心底里 为他们感到高兴 家属的正好有个姑娘 就是这个走势人的一个妹妹 她就嫁在咱们山西的旗巷 像大概四年多的时候 然后她妹妹和她这个妹夫 还有还相对的一个她的小舅舅 然后一起像这样过来了 然后她妹妹一进来就特别激动 毕竟六年了 走得见 突然失踪的一个人 一下又回来了 也能感受到 也能感受到 也是相当激动 看到亲人终于团聚 在场的民警也忍不住感动落泪 据了解 六年前 张某金的妹妹婷婷来山西打工 认识了现在的丈夫 两人一见钟情 相处一段时间后 婷婷决定远嫁山西 婷婷说 由于哥哥从小智力残疾 因此家人必须 形影不离的照顾 为了给父母减轻负担 婚后 婷婷便把哥哥 接到山西一起生活 可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哥哥没来几天 意外就发生了 他原来是在我老婆的外婆家 我也叫外婆 正好他是让 在那住了几天了 让我把他给来回家 他们上班 上班吧 我就过去带上以后 我就去了厂里 在厂里 我说等着他们下班 下班一起回家 我就在那宿舍里 我睡着了 睡着了 等我睡醒 人就不在 人不在 我就出去在周围找 就没找到 哥哥失踪后 婷婷便熏无果 随机报了警 得知这个消息 婷婷的父母一蹶不振 这六年来 尤其是到了团圆的几日 他们一家人的心情 便十分沉重 也挺着急的 也挺自责的 这就害怕他 那时候身上也没带钱 害怕出去 吃不到饭什么的 留在周围一直找 找了好几天越早 是不是越没信心了 越乎越乎 我当时看他们的精神状况也不好了 岳父岳母的精神状况也不好 他感觉吧 人家有点崩溃的那种感觉吧 据张某金的妹妹反映 得知民警帮忙找到了哥哥 远在老家的父母和亲朋好友 都想在第一时间见到张某金 而张某金的妹妹呢 也生怕再把哥哥弄丢了 于是第二天便送哥哥回了老家 如今张某金和家人团聚啊 已经两月有余了 摄成派出所的民警们 心里呢也一直惦记着 张某金回家之后 过得怎么样呢 跨越一千多公里 亲人终得团圆 谢谢你们了 不客气不客气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离家六年的他 又会获得怎样的帮助 这也是我们作为一名公安人 最有意义的地方 辖区内邻里大打出手 民警如何化解邻里纠纷 在调查的过程中 咱们发现啊 这个案件啊 验别啊 验别成这个 以前咱们社会质量的质量 要来 失而复得的哥哥 发在身边正在讲述 与亲人分别六年 今年新春 张某金终于和家人团圆了 如今张某金状态怎么样呢 派出所指导员冯青 通过手机视频 联系到了张某金的母亲 喂 你好 还记得我们没有 还记得我们吗 还记得 还记得是吧 小张现在回去 生活得还好吧 过得还好吧你们 挺好的 谢谢你们了 不客气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我们现在在婆媳 没在家 没在家是吧 好了 我们就是问候你们一下 过年了 祝你们一家人团团圆圆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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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你一家的团圆 心里面也是觉得挺欣慰的 就起码我们虽然是 虽然是我们日常工作的 一小部分吧 但是这也是我们 作为一名公安人 最有意义的地方 心里面感觉特别欣慰 公安派出所基层一线 少有轰轰烈烈的大事 而多的是零散 琐碎的小事 但这些小事 渐渐纷繁复杂 世事群众欢切 并不因为小而不重要 也不因为小而容易解决 这老百姓的大事小事 那多的是家常里短 只要找到基层民警 他们都会耐心的 为百姓去解决 静忠市余舍县的莉莉 今年32岁 八年前呢 惊人介绍 嫁给了邻村 比她大七岁的建成 当时啊 由于建成家里呢 这个条件有限 所以莉莉和建成结婚之后 便和建成的父母 住在一个院子 建成的母亲 申大娘告诉我们 这些年呀 他们一直把儿媳妇 当成自己的亲闺女一般 那是十分的疼爱 2020年4月份的一天 申大娘和儿媳妇莉 一块在地里干活 然而呢 就在申大娘的眼皮子底下 儿媳妇莉啊 竟然呢 被人给打了 儿媳妇当时打得严重吗 申大娘说 殴打儿媳妇的 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 杨大娘 虽然 他们两家都住在一个村里 但是之前并没有打过交道 看着儿媳妇受欺负 申大娘气不大一处来 和对方一番理论无过 申大娘只好带着 受伤的儿媳妇回了家 一家人越想越生气 过了两天 申大娘陪着儿媳妇莉 来到余舍县设程派出所 寻求民警帮助 当时莉莉她过来的时候呢 是和她婆婆一块过来的 能明显地感觉到 她那种就是被伤害的 那种心情 而且她婆婆的情绪 也比较激动 不管怎么说 这是她儿媳妇觉得 她就是受了委屈了 想要给儿媳妇讨个公道 接到这个案子的时候呢 第一个思路呢 觉得应该是 可能是一些邻里纠纷吧 在民警询问情况时 申大娘一度情绪激动 而莉莉则始终不言不语 民警查看了莉莉的伤势 并与申大娘确定 无需就医之后 进一步了解事件原因 这个姑娘 她本身是个智力差距 她今年三十多岁 跟咱们在争吵的沟通 有很大的困难 经过民警了解 莉莉因病导致智力残疾 无法正常工作 婚后家里的收入来源 全靠种地和丈夫打零工来维持 申大娘说 就在事发前一天 莉莉独自去地里干活 就被杨大娘的老伴给欺负了 那你咋知道了 是儿媳妇回来搞你们了 她回来搞你们了 申大娘觉得 杨大娘老两口 就是因为儿媳妇之力残疾 所以才对她肆意打骂欺负她 这让申大娘觉得 必须为儿媳妇出口气 这也让两家的矛盾迅速升级 咱们当时介绍案件 咱们认为就是一个普通的邻里 但是在调查的过程中 咱们发现这个案件 验别 验别成这个 以前咱们社会质量的质量 那么申大娘所说 是否属实呢 同在一个村里生活的邻居 为何要对身患残疾的粒粒动手呢 对于社城派出所的民警来说 必须把事情落实清楚 检查过来 那是怎么遇到那个大爷的老大爷 怎么遇到他的呀 就在这里他遇到的 他过着转油他遇到的 那你当时反抗了没有 没有 为什么不反抗呢 打不过 申大娘说 事发之后 他们一家人带着莉莉 第一时间去医院做了检查 证实莉莉身体并无大碍 提起事发当天的遭遇 莉莉十分后怕 不过 莉莉始终说不清楚 杨大娘的老伴和她之间 到底为何发生矛盾 面对邻居的质责 老两口声称很委屈 双方各有说法 究竟孰真孰假 民警深入调查 案件又会试何结果 女子被打 民警平风波 发在身边正在讲述 申大娘说 莉莉的遭遇 让他们一家人感到十分委屈 一心想找对方讨个说法 正巧第二天 婆媳俩在地里干活的时候 碰到了杨大娘 于是婆媳俩便上前质问起 前一天的事情 没想到 杨大娘竟然一气之下 对莉莉动了手 杨大娘竟然一气之下 杨大娘竟然一气之下 我走着地说 莉莉 走着地不再等 他在这儿玩 我莉莉起来 天使头来玩一玩 这不是玩了一句 我回来 我走给人徒仇的 我说 这是河河台外人 徒仇的 对于莉莉一家的指控 杨大娘坚持认为 莉莉一家是在无限老伴 那么事发当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你爱捞鱼 你当时是去河里捞鱼去了 那你怎么和莉莉碰到的 照莉莉的话说 事发当天 她和莉莉在地里碰到过不假 可是她并没有与莉莉发生肢体冲突 这个导演 这个导演啊 这个今天在 确实说 确实做出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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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平时啊 他跟村民人来毛不就手 而且她不是这种问题啊 她是河南就很网络的 这种女性设成的 因为这个男性设计的 仍是个特殊的重体 漏年人啊 为法 然后少害的是这个 差弃的事 所以说咱们不仅仅是扣了 也说是法律层面的人 咱们扣了这个漏人的 差弃的事 面对民警的调查 两家人都说自己满腹委屈 这给社城派出所民警的调解工作 带来很大难度 一边是身患残疾的历历 一边是补习老人 民警必须得尽快 做出公正的判断 感觉咱们多方确证 跟这个协少情况 最准的真主定性是 这个漏年人啊 他这个漏破漏寒 给我显示 咱们都要自然之后 最终 警方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对违法者梁大爷 处以行政拘留十日 对打人者杨大娘 处以行政拘留十二日 并处罚款五百人的处罚 最终呢 还是帮丽丽和丽丽的家人呢 就是让他们这个合法的权利 得到了保护 出了这个案件之后啊 这方面的群体 他们只都说是 因为犯了无耻 能报复自己了 对于民警依法处理的结果 杨大娘老两口最终无话可说 不过 对于民警来说 这个结果并不圆满 眼下 丽丽一家和杨大娘老两口之间的疙瘩 还没有彻底解开 于是 民警开始给双方降火 经过数次上门 给双方耐心调解 最终 两家人终于和解 其实我们有时候 也会 还会碰到一些 就是不太理解咱们的 就是 老百姓过来 觉得好多次 怎么办不了事啊 什么的 因为他们 有的是不了解咱们这个流程 有的呢 可能就是 他当时候的那个情绪 比较激动吧 然后但是咱们呢 都会 就是耐心的去劝导 或者是耐心的告知 然后完了最终呢 老百姓们能解决了事情之后呢 就简单的一句谢谢 或者是欣慰的一个笑容 咱们就觉得很乱心 觉得做什么事情 做任何一件事情 都觉得很值得 基层派出所民警执勤啊 基本上采取的是 24加8的工作模式 正常情况之下 一次执勤24小时之后 再上8个小时班 才能够回家休息 如果逢年过节 或者是有重要活动的 这个安保任务 那10天半个月啊 吃住都是在单位 社城派出所指导员冯青说 虽然呢 他们每天接触的不是枪林弹雨 而更多的呢 是鸡毛蒜皮的草杂 可是啊 能够把分繁复杂的喧嚣 变成邻里亲朋的和谐 却是他们心里最高兴的事情 而这份事业 带给他们的成就感和幸福感 那也是任何事情都无法替代的 我在一家公司刚入职 从事文秘工作了两个半月 现在发现自己怀孕了 告知公司后 公司调整我的岗位去的生产一线 我的情况明显就不适应 我觉得公司是逼我自己辞职 他们的做法对吗 公司的做法不对 首先公司无权擅自变动员工的岗位 除非您同意调稿 或者劳动活动明确约定允许调稿 当然您也无需主动辞职 一旦公司因此辞退您 您可以申请领取经济赔偿金 我离了婚一天没有要孩子的抚养权 如今想要回孩子的抚养权 除了提起诉讼以外 我们两个人自行写一个协议 是否有法律效率呢 没有法律效率 如果你们双方可以协商处理 孩子抚养权的灰属问题 可以签订变更抚养权协议 起诉至法院要求法院 确认抚养权协议的效率 如果你双方无法协商处理 孩子抚养权的问题 您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 要求法院变更孩子抚养权 我借给朋友三案 这条上只写的这款日期 没有写还款日期 它每年还以来 已经过去五年了 还上两万多 现在想传够要回来怎么办 如果没有约定偿还期限的话 您可以随时要求 对方偿还欠款 当然需要给对方 一个合理的准备时间 如果您提出的 还款期限到达了之后 对方仍然没有 偿还您的欠款 您可以起诉至法院 要求对方偿还欠款